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伤没能出战和法国的比赛 乌拉圭最终也遗憾出局 根据加泰罗尼亚当地媒体报道的消息 巴黎前锋内马尔要求球队 在今下卖掉卡瓦尼尔 他希望巴黎能够为自己在巴萨时的队友苏亚雷斯提供报价 内马尔和卡瓦尼关系一直不佳 因此内马尔要求巴黎卖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卡瓦尼在今下离开巴黎 那么他很可能会回归一甲联赛 纳布勒斯就是他可能的下家 之前卡瓦尼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说 纳布勒斯是唯一一支让我儿子感到真正快乐的球队 此外 如果一瓜音离队 那么游文也有意追逐卡瓦尼 卡瓦尼在2013年离开纳布勒斯加盟巴黎 当时的转汇费为6450万欧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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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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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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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